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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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扇鱼也可以这么做 下次一定做给涛哥吃 公保是一种做法 公保是一个调味的方法 今天是把鸡丁换成虾仁 然后这个虾处理非常简单 只需要简单的一个腌渍 这是盐吗 盐 一点点的盐 料酒 这个虾买回来其实都是很鲜活的 然后买回来之后 只需要把它去皮 去头 然后开背去虾线 就可以了 它原本就已经是死的了吗 活虾 虾跟蟹好像最好都是得活买回来弄 那那个平时在厨房 都做一些什么料理 其实我会做一个爆浆芝士虾丸 也是用到虾 听起来就很高端 那今天帮帮打点虾手怎么样 好 那那个首先呢 因为这个虾呀 刚才我说了 它比较小 所以就用一种特殊的烹调方法 所谓的脆皮 就是要给它穿成一层什么呀 薄薄的外衣 对 那这个薄薄的外衣 非常简单 这个虾做的成功于宝 就看你的了 明白 这么重大的任务 但是 考老师你的考栏他今天穿的 他今天穿的适合这个唱戏跟出席 对 这个活非常简单 简单 你看啊 用到的是玉米淀粉 玉米淀粉 一 二 三勺 三勺 那这个呢 是土豆淀粉 也叫生粉 是 要加两种啊 一份 好 那它的比例呢 就是三比一 三比一 三比一之后呢 这里面要加入 下蛋 鸡蛋清 下蛋 因为这个炸东西呢 尤其像这道菜 如果要是说 加入蛋黄之后 炸出这个虾的口感 会受影响 因为加入蛋黄之后 炸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呀 它会发软 所以只用鸡蛋清 那这块 搅拌均匀 就可以了 今天其实虽然说 只是做这个工保脆虾 但是用的这个料 还是非常多的 对 那这边呢 这个调的这个脆皮糊 这边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所有的调料 好 那葱姜蒜 是川菜当中俗称的三香 三香 三香 葱姜蒜 不能少 那花椒辣椒 是炒工保味 必须要有的 那这边呢 这个酱汁非常重要 来 那个可以 必须再嚼嚼 好 那这个酱汁呢 首先底下需要一个底口 你整个就把卓妍安排成 像那个春晚时候的小彩提 对 这边你的节目 他在那转 不停的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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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转的还好吗 那这会儿我看一下 好 好 哎 基本上你看 快干了 还还还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 最起码它那个你看 电子和那个 搅拌的非常均匀 是 那这个基本上现在 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是表扬我了吗 表扬你了 这里边一定要放一点油 放油 油不要多 一点油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油 这就是普通的色拉油 普通的就可以 普通色拉油就可以了 那把它继续搅匀 一定要把这个油和这个粉 充分的搅在一起 这种事情就交给我吧 那你继续吧 好 小彩提鸡汁 你来的 那你不想看看这个汁怎么调吗 我看 一定要学会了 回家去露一声 好的 那首先是一个底烤盐 白糖 白糖 用大一勺 白糖三勺 这个下来 比重可以高一点 那你看我现在 所有的加的这个调料 都是从干料开始加起 那一定是按照这个顺序 如果是先加湿料的话 那最后是什么呀 这干料加多少 看不出来了 明白了 那这会儿呢 就需要补充的是料酒 料酒 一 二 三 四勺料酒 生抽 生抽 这个量要怎么控制 这个量就是根据食材的主量 来控制这个最终调味汁的量 老抽 都会用 特别让人摸不着头脑 两个字叫适量 这还真不是食量 不是食量 你看刚才我说了糖是四 这个是有比例的 对 那这个酱油呢 实际上 生抽和老抽的比例 就按照四比一的比例就可以了 四分生抽 一份老抽 明白了 香醋 香醋 一 二 三 四 五 感觉要吃火锅了 感觉我已经记不得了 那刚才这个糖是加了四勺 醋是加了五勺 是 一定要比糖要多一些 这样才能出来这种酸甜的口味 嗯 嗯 那接下来还需要一些水淀粉 第一 是加在那个土豆里面 土豆淀粉里面 嗯 还是玉米 嗯 土豆粉 土豆粉 加土豆粉就可以了 你看我这合格了吗 呃 我看可以了 嗯 嗯 那淀粉呢 基本上就是一 二 两勺就可以了 是 那这个酱汁 就调完了 就调完了 哦 那这个虾里面呢 少加一些干粉 嗯 把它刷拌均匀 调好的这个鸡蛋糊 放在里面 哦 这样等于你是 哦 先加了一次的生粉 第二次再加这个糊 对 这样呢 它可以充分的和这个糊 火匀 明白 你可以看看 非常的均匀 穿衣服了 而且呢 它是什么呀 是薄薄的一层 嗯 来 那这边咱们就可以开火了 好 来 开动起来 来 小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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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得给火 点着了 嗯 那这个油温呢 一定要控制好 因为它有一层薄薄的外衣 嗯 如果油温过低的话 它很容易才能脱落了 明白 所以这个油温最好呢 控制在一个六成热 这会儿基本上你看 下去这个糊 它马上就飘起来了 是 那这就是六成热的做法 哎 哎 这会儿 好像是这样 对 虾仁下锅 所以炸的时候 会把虾仁的水分 给它炸出来 嗯 那这个虾呢 基本上你看 现在啊 已经完全定型了 嗯 而且这颜色非常漂亮 嗯 这个需要炸两回吗 一样炸两回 那二次不炸的目的 就是通过这个油温的 再次升高 嗯 通过它里面的这个负压 嗯 让它多余的油脂 嗯 把它排挤出来 嗯 好 继续复杂 那现在有味儿吗 呃 有味儿 刚才在腌这个香碗里 已经调了一个味道了 油也无力干 哎 有 咱们就拿这个漏勺 这样子去控着就可以了 好 嗯 那接下来咱们点火 开始炒制 真香 哎 那同样呢 这锅里边要留一些底油 嗯 留一些底油 首先是什么呀 需要下入的是辣椒 辣椒和花椒一定要分好顺序 是 先下辣椒 嗯 辣的喜欢吃吗 可以 少一点 微辣 微辣 好 那就这样 那这个辣椒相对来说 它比花椒要成熟的晚一些 是 哎 因为它个体比较大 对 所以先下辣椒 花椒如果先下会消掉 哎 消掉了 然后辣椒在下锅的时候 它不能完全一起出香香味 明白 嗯 嗯 这会下入花椒 嗯 嗯 嗯 这个顺序这么有讲究 对 这就跟那个大块的新来 小的在下一样 嗯 嗯 这会儿需要放入椒 蒜 蒜 蒼 葱 葱姜蒜 葱姜蒜 您刚刚说这叫三香 三香 那葱姜蒜在这道菜里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没有葱姜蒜 那这道 这个菜出来的味道 嗯 就差很多 明白 嗯 需要一些新鲜的辣椒 是 微生素C 其实公报基丁也是用这些香料吗 公报基丁的香料来说呢 它是这个新鲜的辣椒 这些香料会不用 哦 嗯 哎 虾汁下锅之后 嗯 这会儿需要 放点水 哎 放一点点水 嗯 大火 大火把这个碗汁调匀 嗯 嗯 烹入 哇 一定要调匀 哎 一定要调匀 烹入酱汁之后 还有 哇 哇 烹入酱汁 这几下这个味道就非常的 非常的大动人 我 我看我的小臂力就做不到了 好 关火 油再加一点 哎 稍微加一点点油 嗯 好 准备出锅啊 这这就出锅了 就出锅了 最后别忘了啊 哦哦哦 花生米 花生米 哦 哦 噔噔 来 太棒了 这个 哎呀 这个 谢谢啊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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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上去这个我也可以接受得了 我可以觉得会 嗯 可以品尝了 嗯 爱吃干果嘞 哎 黏到中间来 来 好好吃 然后试一下这虾 试一下 主要的主菜了 嗯 好香啊 我刚才其实在啊 好师傅在配料的时候 我有点担心它会不会放得太甜 嗯 其实现在一吃刚刚好 对 对不对 这个酸甜的感觉 真的是让你吃完以后 我觉得会 我觉得不光女生啊 男生吃了以后 觉得心情很愉悦 没错 所以你来谈谈对这个虾的印象分 我现在不想说话 我只想吃下 哎 不讲话 只吃东西 就是对一位大厨最高的认可 是不是 嗯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虾好吃在哪呢 它油炸过很香 嗯 那层糊呢 又裹着所有的这些综合调料的味道 加上这个酸甜口 所以呢 整个咬下去 从前面的这个调料的味道 再到里面的这个虾本身的味道 所以它会像香水一样有那种前中后香的感觉 嗯 而且这个糊呢 千万不能过后 如果过后的话 就会什么呀 吃上口里的这个感觉就不对了 嗯 所以薄薄的一层 还能看到虾完整的那个形状 嗯 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能喜欢 好师傅今天带来这道酸酸甜甜的宫宝脆虾 好了 本期节目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真的还想再吃 我一直在吃 我都没停啊 至今 我快就散 protected 入聚 入聚 ��明 welcome 了 还有 操伤 我 黜 我们 身 对 我 不说 她是一个看上去特别需要进步的姑娘 在我小的时候从未吃过这个玩意儿 你没吃过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真没吃过 我闻着味儿就觉得流洪水 对 牙口真好姑娘 你可以直接吃了 太厉害了